看看新闻网 最近呢 咱们在一场时尚活动上 遇见了舒淇和黄毅 这两人的微博呢 最近同样也非常有看点 影的大大 都是很多人一起来讨论 究竟他们为什么会发这些呢 来 关心一下 几天前37岁的舒淇 在微博上晒出一张自拍照 可修的不是美貌 却是白发 并附文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勉强不来 一时间惹得粉丝们纷纷感叹 有几个女明星敢这样发照片 女神就是女神 果不其然 人家舒淇对于白发非但毫不避讳 而且还相当乐观呢 就刚好看到头发 长了很多智慧 智慧发这样子 就觉得 哎 想不到我越来越有智慧了 说起来舒淇还真是放了一个大长假 难怪心情如此明耐 直到上个月蔡有消息称 舒淇将复工将蒙江文导演新作 一步之遥 休息许久 但是舒淇打太极的功夫 却是一点都没有退步 同样过得乐呵呵的 还有新妈妈黄毅 不同的是 这当了妈的就爱拿娃开涮 最近黄毅在微博上发布一段视频 女儿在婴儿床上爬来爬去 她则不停用手动乐宝贝 实在是很有爱 既然如此享受当妈妈的过程 趁着这阵二胎热黄毅是不是也考虑给女儿添个弟弟妹妹呢 我好不容易瘦下来 让我先享受一段时间 对 你暂时还没有计划对吗 暂时还没有计划 太快了吧 我好像刚升完 原来新天地北京采访报道